中国电商评多多旗下跨境电商平台TEMO2022年9月在美国推出结果大受欢迎 TEMO才上线不到4个月下载次数超过1000万 11月1号至12月14号期间成为美国下载最多的应用程式 11月黑色星期五的购物旺季TEMO连续7天的日营收高达700万美元 TEMO上面的畅销商品售价低于10美元 还另外赠送邮会券提供免运费免费退货等服务 TEMO大量购物的消费模式就像快时尚品牌西音 商品也比美国电商龙头亚马逊还要便宜 由于抖音西音等企业中资背景仅在美国造成争议 TEMO低调推出没有强调拼多多是母公司 表示平台位于美国博士顿商品来自全球 美国业务交由德拉瓦州的公司负责 跨境电商TEMO未来如何留住美国消费者备受关注 三立新闻时期的报道